廉假期间是不是一不小心吃得太多了呢 我们一般都认为多运动是有助于减重的 但是现在有医师分享案例表示 一名70多岁的妇人有高血糖脂肪肝等状况 心为肥胖也有小腹 那么她的膝盖也有退化性的关节炎 一开始以为可能是她年轻的时候没有运动的习惯 但是一追问发现呢 其实她已经有30多年的成有习惯了 医师在查相关的研究后发现 原来相较于骑自行车等运动 游泳会让人在运动完之后烦到吃得比较多 如果一不小心吃下太多 反而是会越运动越受不下来 你有运动的习惯吗 如果运动是为了减重的话 那可得多加留意了 近日有医师分享案例 有两位70多岁妇人都有高血糖脂肪肝等状况 纤维肥胖也有小腹 膝盖也有退化性关节炎 原本以为他们年轻时没有运动习惯 结果追问下发现 他们已经有30多年的乘用习惯 这样医师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长期运动没有比较瘦 对此患者则表示 应该是运动完吃比较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医师也进一步调查找到刊登在食欲期刊上的一篇研究指出 他们找来32岁健康成年人轮流做三项活动 游泳骑自行车以及休息 结果发现骑自行车能量消耗比游泳多 而且运动后会多吃进大约94大卡的食物 但是游泳完后则会多吃142大卡 也就是说游泳消耗的能量没有特别多 反而特别容易觉得饿 对此该研究推论是因为游泳时身体产生热能 但热能被冷水带走 身体在冷的环境下会透过多吃食物来制造热能 医师也推论 所以长期沉泳下来 一不注意就会吃太多 反而越运动越受不下来 假如只是单纯做运动而没有做饮食控制 那实际上对体重的控管制效果是不好的 医师提醒如果多运动却没有控制食欲 反而让体重增加造成更大负担 这一流据叶玲帆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